现在中国流传的一个影片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我都想说 你买比亚迪的车子的时候 你可能要多想一想 我不用踩上车 转的方向的 OK 现在已经开启了 前面有的它会停 你不要装到这个白车 不会 你别动 我不动啊 还不动啊 装上了 上车上车上车 那个销售员给他讲 你不要动方向盘 你不要踩煞车 那那个前面白车 你不要动 就装上去了 对没有说为什么 就是这样讲 因为比亚迪现在最推为宠的 就是说我们要跟特斯拉一样 拥有最先进的自驾系统 所以你看原本这个销售员 在介绍给他的时候 你用没有主机靠 左边的驾驶的手 完全没有摸在方向盘上 所以很显然 他没有碰过自驾的车辆 到一开始他还非常自信 跟他讲说兄弟啊 别动别动别动 我讲绝对不会有事了 然后你看这个驾驶的说 真的吗 真的不要碰吗 然后他手一直很想要 去摸那个方向盘 然后说你手不要碰 一直叫他不要碰 就相信这个自驾系统就对了 其实我没有想到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就最后发生什么状况 撞上去了 对他没有煞停 直接就往他撞上去了嘛 所以这个很 可是我们讲的这很辣杂 因为对于这个比亚迪 这个销售员员 他本来是把这个引以为好 这是一个大卖点嘛 我们的车子可以自驾嘛 但宝洁跟我讲 这有可能有两种状况 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在使用自驾 因为其实自驾系统就是说 你开启之后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比亚迪的自驾系统烂透了 烂到底 再第二个 会不会其实那个驾驶太紧张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自驾在开对不对 但你如果方向盘用手去拨 或者去动 甚至你去踩刹车的时候 他就会判定说 所以你现在想要手动驾驶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自动驾驶给停掉 这第一种可能嘛 那第二种有一个最大问题 你知道什么吗 即便他开启自动驾驶哦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观察 他那个车子的时速非常快 自驾只有一种情况会失灵 保险你知道什么状况会失灵吗 就速度很慢的时候 速度很慢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倒车 你要停车 你慢慢路的时候 他才会不小心碰到前车 可是你看这么高速的行驶的状况之下 而且很显然没有减速的问题 那代表一件事嘛 就比亚迪的自驾系统根本不能用啊 不能用 就有过烂啊 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开自驾之道 你知道自驾系统的自动刹车哦 你不是怕他不会停 你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会自己一直停 因为他只要有东西靠近你 他侦测到说那种相对速度非常快之后 他就会马上停下来 他自己就煞停了 所以这很显然嘛 如果说他要煞停的话 根本不是说这样追着屁股直接撞下去 所以各位 所以你说 如果今天是你开车的话 你看到这个状况 你就开始慢慢踩刹车 慢慢踩刹车 可是你说 如果今天是自动驾驶 他会一直踩刹车 对自动驾驶 他会直接瞬间锁死 他一个功能就是我瞬间卡死 比如说他只要侦测到 他不是说你去追撞别人哦 比如说你后车 有人急速靠近你的时候 他也会卡死 你左侧有人急速靠近你的时候 他也会卡死 他就是要避免碰撞 懂吗 卡死之后呢 你还要勇本大力补一下 他就把那个锁解开 所以你看到这个BRD 他有没有任何突然停下来的状况 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我跟你讲 自动煞停跟自动驾驶 这两个系统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代表BRD这两套系统都不行 因为你如果自动驾驶的话 他是会缓缓的停下来 那你如果自动驾驶的话 他就瞬间 瞬间驾驶 所以代表他两个系统都没有开 两个系统全部都失灵 所以你看整个旁边的网友 整个吐槽一大篇 说什么哎呀 赔钱是小 丢人是大 但我现在想这个业务员 绝对打死咬死说 是这个驾驶给我乱踩 刹车又放开 为什么 因为今天如果这个驾驶踩刹车放开 那可能这台车赔一赔就没钱了 赔钱了事 但如果说是他的驾驶系统有问题 各位BRD 怎么吹嘘自己的自动驾驶 说是我们媲美特斯啦 我们这个先进的辨试系统 甚至呢 我们可以达到2.99997 媲美3.0起 那全部都代表 根本从头到尾都是碰轰嘛 好 那慧晨 另外一讲的 中国现在这个比较提当然非常腊肠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腊肠 是他的公共建设也太惨了 这一讲的 你从什么广东广西开始淹水 往先往北 这两天导播开岛 就湖南 湖北 那个水是直接直泄而下 是 现在整个中国很多地方 真的都是因为长江有关系 这个冲刷处他们的施工品质 有多烂 云南 宝山市 你知道吗 这个饭店才落成一年多 这是饭店 对 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它的监视器 本来是挂在上面的 后来就是有水上来 有水上来 突然之间 你没有天崩地裂 因为它的地基被那个 之前就有点被掏空的情况 整个建筑就这样翻倒了 所以本来是挂在 屋底上面的那一种监视器 整个都翻转起来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他们挖出一个 那个冲刷出一个大坑 这个施工品质有多烂 这个再想一次 这个饭店才入成一年多 一年多遇到大水 真的是并不起任何的一个考验 那除了这个云南宝山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怒江这里 怒江也是这个积水 这个整个河水的暴涨 也是因为它前几天 不断的下雨 不断的下雨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他们就讲到说 这个地方 事实上也因为河流暴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多地方全部都汪洋一片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水完全的退不掉 你看很可怕 真的多么的湍急 所以它也会造成 包括土石流 然后包括旁边附近的一些 那个居住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 包括道路也都被冲刷下来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这每一次每一次的一个强降雨 好像是对中国的一个建设品质 进行一个压力测试一样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的湖北 湖北能够冲 你看这吓死人 河水突然就涌进来 所以呢 这停车场吗 这停车场 所以他们有往里面跑 你知道吗 想说哎呦 怎么水来了 实在太大了 所以就整个冲到了水里面 停车场里面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不是这个多可怕 你看看水真的来得诱极凶 看不看 人不是一个下来吗 人一个下来 你会发现 他旁边有很多的白色 那个叫嘛 那个就是沙包 本来这些人叫嘛 我要在停车场前面很多人 我带着沙包 我要去把这个水给挡下来 就没有想到 沙包连着人全部都被冲下来了 是 完全挡不住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 跟下饺子一样 大概至少有七八个 你看那个沙包都掉下来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沙包掉下来旁边其实是人 因为还有穿很多什么蓝色衣服 又没有又一个又一个被冲下来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这是真的太可怕了 也不过就是一场大雨 然后水怎么样 拦都拦不住 然后你知道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这个监视器的影片 你看了真正 未来像头皮发麻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一样也是湖北 它有一个重阳县的地方 它这里原本是一个电商产品 一个仓库 这里面全部都是仓库 结果有一个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而且泡在水里面 我跟你讲 它说它的店铺方圆五公里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水位最深的时候 竟然有两公尺之高 然后他们就说天哪 这个老板他就讲说 我在那边打拼了十多年 我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你这是什么 可能是冰箱 可能就是洗衣机 全部全部都泡在水里面 他说这个 真的损失太惨重了 没有办法去估算 那同样也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长江的中下游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一样 也是因为长江游的关系 哇塞 这很可怕 湖南这个部分 还有的就是全部都是泡在水里面 这个是千年凤凰古城 这个原本多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原本就是这个 应该是暑假的一个观光旺季 全部现在看过去 也都是一片的汪洋 他们就甚至有人在讲什么 他说本来 因为年日的一个暴雨 所以他们就说本来整个降雨 他们长了一多米 整个河水长 你看很可怕 他那个女生原本还在那边要弄船 结果后来差点就被随着船 一起就抛走了 有没有一个男生 赶快来救他 赶快来救他 就说你不要再去用你的船了 你那个船没办法 救不了的 救不了的 所以赶快把他救 不然他差点连人带船 就要随着河水这样子冲刷下去 那另外一个你现在看到 因为以为就是说 怎么会一个大卡车 整个真的掉到了河里面水里面 事实上不是 他们是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怪手还在那边推他 对 所以把他推下去 因为这样子可以堵住 这个整个泛滥已经溃提的 一个船 所以我用沙包 跟我们来不及了 我直接大卡车 装上大石块来塞住他 是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塞住他 那用这种方式来塞住他 事实上他损失了 包括这辆车之外 到底没有效果也都不知道 但没有办法 因为可能其他的方法 穷尽其他方法 都没有办法阻止 这一个堤防的 而且这可怕是 这个狂风暴雨 已经到了华北了 你看到现在的河南 你现在看到河北 现在已经身手不见五指了 而且你知道河南很惨 因为他才刚经历过干旱 就没有想到 也才来一个 马上的一个暴雨 很可怕 而且你知道 他还要再下一周 所以现在狂风暴雨 吹落了整个屋顶 甚至连河南的洛阳高架桥 也全部都已经淹水了 然后心里想说完蛋了 其他的湖北 河北的 南高的淹水状况 即将要我们这边河南 又要再度的进行当中吗 然后你看这个高架桥 真的那个积水是完全没有办法 对 现在很多人想说 你尽量不要再上路 你尽量不要再上路 你看那个车子 还有其他的包括垃圾 因为就随着这个河道跟马路 就这样冲刷下来 你只要是一个 比较有起伏的一个坡道上 都会面临的状况 所以他们竟然讲说 现在有大雨 你们千万不要把车开上去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 就这样子随着喝水 直接冲刷下来 好 几平 当然现在全世界 还是关注这个贝罗台风 没有想到到了7月初 才7月的7月1号 这个台风 飓风就形成了 而且马上 从这个热带气旋 马上变成4级 现在变成5级 现在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了 现在刚刚讲到 这个飓风并没有还有停歇 还在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且你从空拍上看的话 整个城镇 真的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加勒比海20年来最强的飓风贝罗 他在6月就生成了 我们知道加勒比海那一带 中南美洲啊 大概是8月的时候 才会产生这个飓风计 就好像我们的台风计是8月开始 他们6月提早两个月就出现了 CNN主播怎么讲 全世界很少有这个飓风啊 这么让人家感到害怕恐怖啊 让大家恐惧啊 贝罗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的飓风中 国家飓风中 形容贝罗他的威力 致命性的这个暴潮 跟灾难性的强风 他的这个风速啊 每小时可以高达260公里 他6月生成是4级 不到24小时从热带风暴 变成这个飓风 4级的飓风 然后到了7月1号 立刻升级为最高级的5级 那你看到的是这个画面上 他从加勒比海很多的这个岛国 包括我们的友邦圣文森啊 还有像这个巴贝多啊 这个格列纳达巴贝多 几乎都受害 他少到哪里 哪里就已经几乎全灭啊 或要不然就灭村 你现在看到还有包括了这个委内内 是南美洲的这个北岸 也全部受到影响 委内内他就有400栋房子遭殃 所以你看到 那个人变成一个泥人了 因为造成土石流啊 然后整个还有山崩啊 还有这个山洪爆发 所以你现在看到是他们在散开 抢救他的一个救灾啊 几乎很多的这个民众都受害 不只是这个委内内 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加油站也被淹 然后还有很多你看那个河流啊 他整个水 你看加油站的这个淹水的这个状况 几乎都造成当地啊 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 非常严重的灾情 还有商店啊 直接被这个土石流泥流直接灌入 所以他们为了抢救这个救援 受困了这个民众啊 都发现说很多的这个所到之处啊 几乎你看 几乎都被水 还有这个整个冲滑 还有我刚刚讲的 他那个墙风是非常的夸张 空拍一眼光过去 全部都是这个土石 而且一般的台风一般的飓风 你经过的地形你会被地形破坏 他更可怕的是 他本来是4级被破坏降到3级 3级没多久 他又开始重新浴量 又马上回到5级了 对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浴量的过程 因为海水他的这个升温啊 异常的这个升温 造成他可以不断的这个一下子虽然降回去 后来又升级 包括美国的NASA 他的这个卫星图就可以看到 这个贝罗啊 占据了整个海洋 半个海洋以上 那个面积之大 那你现在看到的都是 他在这个中南美洲这些国家 他的这个海浪巨浪滔天 超过他原来这个海潮是6到9米左右 他热度至少超过10米以上 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啦 还有格雷纳达第二大岛 卡里亚库岛 他被这个贝罗一登陆之后 半个小时扫过去 那个总理就讲 他的那个岛的上面的村落 全部都被灭村 就是这个地方卡里亚库岛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狂风暴雨 在这些国家 多米尼加狂风暴雨啊 波多黎各啊 沿海那个开着车啊 那个浪就打上来 这也太惨了吧 然后巴贝多啊 他的这个地方 甚至那个船都被冲上去 他的船还是被这个贝罗给集成 你现在空拍图扫过去 满目疮痍 几乎都是被蹂躏 而现在这画面是巴贝多 你看巴贝多的船 他停在那个港口 他早就好做好防范飓的措施 但是没用 这个贝罗一来很抱歉就把他冲上去 最倒霉的是这个墨西哥 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这个周末就要碰到贝罗 那他之前才被另外一个飓风 艾贝多给扫过 你现在画面上是看到了这个 艾贝多之前扫过之后 墨西哥的塔毛利帕斯州啊 这个图拉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六公里长的一个裂缝 这个裂缝大概一到三公里宽 一到四公里深 那这个裂缝虽然他们当局说 是因为地下禁流的关系啊 透过太多的这个寒水层被过度开发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艾贝多的话 墨西哥会造成这样的灾情吗 所以他们现在碰到了贝罗又要来了 艾贝多才刚走 那贝罗来了 现在插了一旦